现在评测上次直播4月29号,刚上了夜九,我们现在在夜九一冲击 终取冲击夜九二 火箭2比3勇士,确实2比0,0比2勇士 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对,我也很奇怪 现在我们这个开局那是中炮进三兵,赌六炮中炮进三兵,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布局体系吧 然后我也很奇怪,我这个号居然怎么没用这个实名呢? 他就一直让我下,是不是现在夜九一不用实名了,不需要实名了? 他这个新的等级制度出来之后,是不是到神的时候他才需要实名? 这个金州勇士这个队确实有点意思啊 这个格林,去年是把东瞻,勒布朗·詹姆斯眼睛给戳了 今年是把西瞻,詹姆斯·哈档眼睛给戳了 这个人有点硬啊,东瞻就戳人眼了 这个人有点硬啊,好,不需要实名的 噢,好,不需要实名的 如果是在底部您有点硬質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团队 我们试试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孔子 这个其实我们看一下怎么能够扩展优势 它这个POWER推二相对来说不是最好的硬法 因为它一般来说是退一或者进二 都是不给红方G8进四顶起来巡核的机会 压缩一下红方的空间 应该说形式应该是双方都可以下 现在POWER推二的话 给红方顺利的顶住顶在河口 那从发展趋势上来说肯定是红方比较好 刚才打中兵的话 POWER进四反打他就不行了 在马斯进 红方先得一中兵 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这个马五退三应该说也是必然的走法 因为这个中马的位置 已经被黑方大概控制住了 你这个骑马不踩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出路 现在比较简明的走法就是兵五进一 先把中兵冲过河 并且呢将来马七进六之后呢这个马路呢比较宽 这个马路呢比较宽 这个骑马路呢比较宽 这个骑马可以考虑抛流筋六压住 逼迫他交换 不换我就打向了 哦对今天是六斧跟巴萨是吧 这场球有意思 这场球有意思 这个鞋反正优势是优势一些啊 不过还没巨大优势 看拿哪个吃 马踩的话真的马有什么好的出路啊 先踩了再说吧 这个马很难调整到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我发现这个骑 六屏七 是不是我可以兵五进一 挺进啊 他这部鞠五屏七 感觉不如先马二进三啊 其实鞠五屏七是他的权利 我现在马踩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我现在准备撞向 对吧 他向不进七 我马呢比刚才那样快一步 可以比如说这部可以走破六屏八 压住 待会他进去抓兵呢 我可以进马保住 这部鞠五屏七 这部鞠很凶啊 拱了的话他泡六屏五屏 但是其实泡在中间意义并不是很大呀 而且我现在可以试试马五屏六踹 这个浑红包现在确确立优势啊 鞠马双是双鞠是吧 肯定是手不合 但双鞠方向取胜呢 需要有一些章法 不是说瞎走就能赢的 那就先顶下去了 现在鞠也抬不起来了 对手是叶8-21 相对呢 这一顶起来 兵不禁一直接绝杀了 这个就对方对这个 骑行没有危险认识 导致等于送杀 禁鞠属于送杀 我兵中照完试 他拿试一吃我鞠儿禁酒 一僵死了 这个很明白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用太多的解释吧 刚才对手是8-1 还不是9-1 我刚才9-1匹配了一个8-1的 这1-2-3-4-5用了一个我在pick元杯时候的头像 有点意思 又匹配了一个8-1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今天高手都出去游玩了 到神医恐怕难了 我估计争取先到9-2吧 慢慢来 9-1很难匹配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马7-6它有一个p3 所以我先补手线 实名认证优先比配实名认证 这样 我先补手线 我先补手线 刚才本来想的居有平7 后来我发现居有平7的话 它拱了之后 3-2 没什么优势 所以这些还是先拱了比较好 在居有平7对 从方阵型协调一些 应该是略占优势 嗯 冲编足 准备个麻 足以进一眼 就G1进一 先增援一下左翼 左翼 现在 一个是可以考虑 跑8-9 另外一个G1-7也是挺好 嗯 它编足过来比较 无力 我可以考虑 8-9也不错 8-9就跑2-1 G1进4 G1平7还是平8呢 平7它可能跑2退1 G1平8肯定是跑2退1 G1平7估计它也是跑2退1 不过我可以先G2 G1平平过来 吊住它 因为这个其实总不能给它G1平3闪开啊 闪开之后我这个底向还有这个河口码都会遭到这个威胁 先站住这条线 然后呢补一手线 打G1呢我就顺势G7平2脱身啊 闪开 准备 准备G2进6 果然 它这个打G1有点帮忙的味道啊 嗯 现在黑棋阵型的弱点就是G2进6这一切啊 看样子它也不管 直接放棋治疗 那没办法 只能这个一切得子啊 场上比分1比0现在已经 该得一子 马三尖 这个我刚才已经看好了啊 吃 正好有冰酒进一吃 现在只能七马保鞠啊 不然鞠没了 这叫什么呀 升空G7啊表面上是要看它吃了七路马 结果呢 把它三路马上就得了啊 然后七路马现在还没跑得了 跳了这个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在抵抗下去太痛苦了 哦 现在给我匹配的都是低等级的 那比较恶心啊 万一待会碰到一个 挂 那我这一盘棋直接丢好 把之前赢的全丢回去了 实名验证我没要求我实名验证 我怎么实名验证 我在我的界面里能够直接那什么吗 直接自己设吗 设置吗 吃 吃 吃 呃 呈个饭就结束了 你这范程的时间不短啊 对啊他也没系统没要求我验证 哎等会我这就叫G2平4他待会炮3平4 G2进1呢他进G对G G2平4他炮3平4不然不走炮3平4不行 铺子盆栓平4我炮3平4直接给他击毙了 对啊我想问的是怎么主动认证 手机登录可以识别认证哦是吗 就是我得拿手机登录一下 G2进4 待会他叫G2平5弄我 啊这个器看怎么巩固一下中炮的位置啊 G2进5抓像的话G2平5G2这样抓呢 再 João 他给他 valuable 到了 了 要吃 大家 里面 一好像一般吧 打通自己的兵线给对方 好 谢谢大家劳动节对我的祝福 他这个炮三退一动作 他的意图很明确 其实我可以等他打狙的时候我再送骑兵 我现在直接送到也行 先吃剧九平四过来对他还是有些 或者先剧二平三吃了吧 先吃也行 我不怕他吃底相 吃底相我剧五平四做出他就不行了 下不剧手类叫杀 现在我要吃他底相 刚说完 不能吃底相 不要贪吃 杀的底相 这不是自己凉了吗 啊 这相能给你白吃的吗 明显是毒药啊 请进 吃 吃 在 c ? č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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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吃他 对着吃看起来厉害 是,这个8-1确实有点一贼啊 怎么也得匹配个8-1,哎哟喝,直接砍死也不管了 怎么也得匹配个8-3的呀 9-2-1可以,感觉遇到了对手 胜利72,哇,有点强啊 不可小事,对方的开局很飘逸 这期呢,开局还是鸿帮便宜啊 他就鸠酸说杀出来了,但是他的左翼呢,黑方的右翼比较薄弱 看看这个棋能不能走出一些什么好的调动 比如说居六进一这部棋我觉得不错,为什么不错呢 下部炮二退一啊 再炮二平七,把他居赶到这边,我这边刹的空门 比你这个炮九退一在炮九平七,我感觉力量要足啊,这个棋 这部居六进一,我觉得还是体现了相当的这个功力啊 炮九退一呢,就比较这个露入俗套了,人家补一手势啊 你炮九平七打局,人家去躲开,你这边右边的马炮用不上力啊 这样炮二退一呢,掉到这边来呢,就全用上力了 这个右边呢,留一个马防守,那足够了 哦,这部棋属于跟本局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我现在G6进五,G6进五桌炮,G6进六点下二度,他不是凉凉了吗 直接点下二度,他就白白了 下部马七进六,还下什么呢,抓炮也行啊,感觉怎么走的怎么完蛋 点下二度,他飞向 G8进九他不是,我炮七平六,他有G6平三过来防守 还凑合,他还凑合,G6进六捉一下好像挺严厉,对不起 因为你这期不能先跳嘛,先跳马,G6平四回来给你顶住了 先把G探进去啊 先把G杀入低营,然后呢,再往七六裁G 基本崩溃了,我感觉 他一退二,实际上他这个炮已经丢了 我G8进九,他补失我G6平九,双G加一个死炮 但是呢,我觉得抓死炮赢的不快,5,7,6更快 说我喝酒的是这个假象,我没喝酒,脸红,可能因为是房间热的 对吧,现在他G6平三呢,我炮九平七,他的G,我靠 还敢退G,现在等于是五个子杀空门 我现在感觉我坎底试都快给他去,坎底试不好,坎底试交道 坎底试,你降五平四,你现在G呢,没法占中 他这个四路马呢,把这个占中这个位置给守住了 所以不要坎底试,不坎底试怎么都赢了 炮七进五,没什么用,炮七进五没意思 不如直接,可能还是得把炮吃了 三项眼,他走项目进三,他还能顶一顶 嗯,沙底试不行,沙底试无论如何还是糟了 徐若瑾尼他飞线 你再看这种炮九平八什么的,有没有味道 实在不行就下底试啊,走个俗起 看不出什么更好的起,就下底试,然后呢,G6进一 他这个炮还是跑不了啊,只有飞向,飞向的G6进一 给你跑,看你敢不敢跑 这个其实优势太大了,怎么走怎么赢,所以 反正他有个项目进三的防守还比较顽强 我如果G6平九去吃炮呢,我感觉这个开展攻势有点慢 啊,两个G怼到角落里,我G6平九,赢肯定也是赢 飞向踩我G啊 火箭是被,基本上被干趴下了,感觉有点可惜啊 这后边两个主场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现在吃了呢,7度G要乱闪了啊,要闪击了 出降,出降G7平3还是 炮7平6也蛮凶的啊,打势也蛮凶 G7平3吃过来也挺好 吃过来准备沉底炮怼劲 吃了 G7平4不行,G7平4白踩 他出降的主要是放我G7平4 G7平3他如果炮1平3顶呢,我就炮9平7 G7平4个一 Arthur, Siouds,有点他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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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9平4eki9个顶全 leave 97平7平3 G7平7304 G7平4 G7平4 G7平7193 G7平4 想换G 没有这么容易 又来又来三G 使出了送G大法 终于涨了10分 不然5分5分涨太麻烦了 哎呦 这么有自知之明的 直接逃跑送我10分 又来再逃跑 什么情况 这下得来全部费功夫 再匹配 赶紧逃跑吧同志 这要不说的话我都怀疑 我估计都有人怀疑这个是我找的托 不是我这托效率也太高了吧 连续拖上4次 啊这太直了 这拖太 太直了 性价比太高了 连拖4下 千斤顶啊简直就是 千斤顶啊简直就是 你 咱俩 我 这个 哪有 有 有 你 有 有 这 我 我要浸泡串打你了 浸泡串打呢 他倒是没丢子 不过这个棋呢 他有点失先了 没有便宜了 能看猪马三间二呢 或者泡二平一 他都不丢子 但这棋肯定是 这红方没便宜 黑方阵型一下协调了 对今天晚上肯定人呢 相对比较少评测的 包括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呢 数量比日常上也略少一点点 肯定大家五一难得有休假的时间呢 还是要多有一点 但很多人呢 都有一些自己的安排 当然说有的有时间呢 但在我们直播间里的呢 还是在这个看直播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这个风雨无阻 这个棋 我现在马三进四上不来 马三进四的八进一拉我 我这个棋表解明 可能就是飞向知识出局啊 飞向知识贴身局出来 然后我们直播的时间呢 等一下跟大家顺便预告一下 再次重申一遍啊 今天没喝酒 今天一直一直直播都不会喝酒 拿五退三倒挺有响的 准备马二退三对局 我这个嗓子呢 前几天去检查过一下啊 就是咽炎也不是很严重听医生说 所以说我这个什么有大毛病的人 你可以停 谢谢了 剩了对手送大宝剑 可以 现在双军先抢出 虽然说占类呢 并不是说直接要点向盐把对方点死 但是呢抢占这个要道 哦 点到这儿来了 挺刁钻 我马三进四呢 他就抛八进一 对 医生也告诫我奄言要少说话 不过没办法 我们直播需要 该说还是得说 实际上我一天说话最多的就是直播的时候 应该对居 应该吃是可以考虑 这个鞋呢 和黑方略好一些 毕竟 位置呢 子力首先这叫什么 子力配置比较 呃 马炮毕竟胜过双马 另外子力位置呢也越来好一些 我这期能不能取胜呢 还有待观察 观察对方应对的怎么样 嗯 这个烟炎呢只能缓解啊 很难根治 不过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我这个烟炎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啊 我也不抽烟啊 二手烟抽的呢也不是特别多 抽过一段时间的二手烟 他跳马踩锯我的锯底下先一尖 对方实力还可以 我现在充7组 先补试吧 先补试比较稳妥 直接充7组 马706上来 积极是蛮积极的 我再想这个7打势现在没有 先补一个吧还是 稳妥一点 G2进一准备脱身 走的还挺好 先对7组吧 对7组还没事对7组问题不大 他现在不敢踩边边 真惨啊 他不觉得自己的二度马很危险吗 哈登打篮球让我一只手 一只手都不止 一只手 我肯定输啊 让我两只手行不行 一只手不敢打 一只手不敢打 你进攻 你进攻 他无非就是不能伸手封盖了 但他这身板往你前面一处 说实话 你没点功夫的话 你都不容易得分 你必须得有这个中眼头 你想什么突破啊 什么什么这些动作 你都做不出来 哥们 这啥气 橘子瓶吧 直接丢死了 封盖只能用头 确实 真不是神话这些职业球员 他让你两只手 他肯定是得不了分了 但是你想得分真的是 你得有点功夫的 不那么容易 他有一只手 你肯定不用想得分的事情了 吃 去吧 去吧平期桌马 你不怕他马三推一吗 这期拿什么盒 少个子拿什么盒 请问你是喝了吗 请问你是喝了吗 明天凌晨几点低啊 对我说还得更正一下 这个之前对阿迦克斯的评判 看来有点误解 我发现阿迦克斯今年这个球有点厉害 首先呢拿捏热刺就不说了 前面跟什么拜仁啊 什么油纹啊 什么黄马踢啊 这实力就先不说了 这实力就先不说了 我看一下他这个阵容 什么德荣 德里赫特 什么范德贝克 然后 有妖人塔迪奇 然后奇耶赫 还有内雷斯 我感觉这帮 有可能 今年欧冠提完要被买空啊 像那年摩纳哥似的 布林德恐怕没什么 这个转回市场没什么价值的啊 但是刚才我说那些人塔迪奇也未必 塔迪奇30了 其他的那些有点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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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骑巴B队 德荣去巴萨了 这个德里赫特也有可能去啊 范德贝克应该不会去巴萨了 巴萨你也不能咳着一只羊猴啊 好羊毛给人好凸了 这双德有点厉害说实话 这双德有点厉害说实话 刚才对方是8-3啊 范德法特 范德法特 不是范德法特 范德贝克 范德贝克没买吧 你是不是记错了 你是不是记错了 内雷斯是啊 内雷斯边路 这边路 现在匹配不上来什么人啊 感觉呢 今天这个下棋的人相对少一点啊 而且巴萨啊 确实 买人的眼光 包括球员对这个机车部的认可程度 确实是独树一致啊 你看德荣 范德赫 范德里赫特 基本上他就是奔着巴萨去的 就有这个情节 而是萨莫 而且巴萨之前买的像什么库地尼奥 登贝来 什么那些 马尔科姆 都还是比较年轻的 都是比较 一八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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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萨 你看从拉马西啊 从清训开始啊 这个梯队建设 也基本上各个俱乐部里面最领先的 就是走这个用我们中国话说 就是走可持续发展路线啊 这不马上进4走臭了 我这个中马现在有点尴尬啊位置 可能这马有丢 这谁要坏啊 回来往哪回马五推4居有平6 是这马尔进4太随手了 这中兵不能要了 但他应该走马五推4 这样的还 那我推6吧先 这只能换了吧 没地跑了 肯定黑的不差 但我也没办法只能一耳脱皮吃了 点我也没办法接着吃吧 他打一枪也打不死人了 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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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足一进一 有点搞笑 炮五金这部棋很厉害看着 我也没看懂哪好 我这棋准备弃子了只能 不然下部炮五瓶六将我就被牵制住了 也不一定我可以考虑炮八瓶六 对这个应该不是软件啊 这个旗下的不那么恐怖 当然棋挺厉害的 打G 套底将有用吗 还是直接先G3平1或者平4吧这个旗 手类不要稳妥啊 走 走 吹还有这一步 打市 这是 好凶残啊 好好捡 射劲啊 射劲啊 没注意他还有这一手啊 有点刷子 嗯 嗯 继续回去了 不怕我平靠江 这棋 黑的好像不太行 吃丝镜冰三进一停下来 这样对 破六屏我顶住呢 他举五屏八再让开 考虑先打吧 先马斯进三不错 顺势腾挪出来 这期应该红方占优了 黑方刚才那些那一顿操作白忙活了啊 吃 嗯 嗯 也不是啊 他现在居易将打中式还有点棋 嗯 哎呀这棋还挺考验我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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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期没办法只有这个硬钢了 出键 聚酒键的我扫去了这样的米浆吃湿 我本来想走去我家叫沙 但是他一江一啃事 有点惊啊这气 怂了怂了怂了 先点一江 看看态度 马七进五不太行啊 你看他出将 他马七进五才居敌 将你打试 我是不是快被绝了 也不一定啊 马七进五也有的走 马七进五他有没有那个G3平4 G9进二他现在G8进五一江的G8平4吃湿啊 我G9进二白走了 是 我先马七进五 先马七进五他就直接G3平4 还有就是先将完再马七进五 先将一下 马七进五应该可以 我居先守着一条线 还没考虑清楚啊这些 先走几步 一江一杀在这个亚洲规则是不无犯规的 就这样我刚才说过了 他G8进五一江 上帅的G8平4坎氏 听懂了吗 坎氏之后下不下泡七平5打我中式 我不行 我就马七进五吧 还是 好 好 G8对3 这选点选的挺好啊 我现在G604他打我忠试 蛮大风险 我这不退居呢 他就是下部G8平6千住 他下部有没有打势 也没有打势 打势我马五金四反杀 你现在跳进去 你现在跳进去在走什么呢 巨江电炮 这棋有意思啊 咬的挺紧 感觉G9平6吧 炮五退二我炮五退一啊 那我就赢了 吃 吃回去 我这一直瞄着他马四金六叫沙呢 我感觉现在实际成熟了 一锤定音 吃吃 直接一锤给他吹躺下了 G8平6 我G9平4 我G9这样这不去干什么去的 对不对 啥意思呢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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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不能这么臭吧 手机软件 这码快丢了 这几步骑有点像软件啊 靠七岁三 还在那叫什么富裕顽抗 你既然你拉码 抛击平撕 我也没必要 直接冲冰就冲死 这期应该认输了 随便走了 G8平7我还不想走就能走 还不着 还不着 这不用挣扎了 马上就吃光了 这步送足有点像软件的起啊 真的确实像 这不行了就送一步 但应该是那种最弱的那种手机软件 这还走啥呢 没有能动 没有能动走 这换人肯定是输了 没有意义啊 一会他都没骑走 现在这名叫葛呀 上证什么什么五十什么期权 刚才这班级反正显向还生啊 对方下的还不错 是这种名字 这种名字一般都比较恶心 因为一般我们玩家的话 起这种名字 可能性不是很大啊 这种怪名 赶紧超值吧你 今天看不了球了 夜里的球看不了太累了 今天看不了球了 今天看不了球了 然后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直播时间 我们这个月直播时间是 月初的话是12456 比较容易记 就3号隔一隔一天 哎呦 有意思啊 1号2号4号5号6号 能明白吧 晚上啊 睡觉 1号4号5号 这个月预计要播12天 白天一般不播 明天 因为这个月12天的话直播时间相对比较紧 然后我就在想 因为我之前请教了一下 如果说晚上播到一点的话 在这个时间可以算两天 就是比如说明天 我3号晚上我是不播 但如果说我2号晚上一直播到3号凌晨的一点钟 3号也算一天 因为我怕后面下 13号开始比赛特别多 我怕后面的直播任务比较紧张 我也想说还有这么操作 居然还有这么操作 一扁肯定是累啊 所以我现在有点犹豫 一扁肯定是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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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广一枪 放录像我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我作为一个有追求的直播青年 我这还是要 只要直播 基本就要求得出镜 现在他这个棋基本上已经完蛋了 没有22天 12天 22天打死我 给我多少枪可能也拨不到 12天 12天都有点紧 因为我比赛期间 我是不直播的 所以有稍微有点难度 帕尔进三不怕 现在他全都被我遥控住了 这就换了呗 现在没得子 但是空间优势巨大 这个应该取胜就是时间问题 户外一天没法算两天 如果一天算两天的话 我有可能考争取多户外一下 给5000万那行 给5000万我就一个月直播22天 每天可以直播10小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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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不太好硬 只能向就进 只能向就进7了 所以慢慢来吧 往7推6再回来 下不过7兵啊 反正这些他都不能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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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方怎么来了一个 这个这句话我在想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你就不管给多少钱啊 这个退役呢 我觉得只要有兴趣 就可以不退役 就可以一直下 啊 那不是主要 因为这个收入的问题 我现在必须要下 想下 没奖金一样也可以下 对不对 你等真没有兴趣的 给钱也未必愿意下 就是这么一回事 嗯 嗯 抛这瓶器 这部器还可以 G2配3啊 调动一下 聚赛循和作用也不大 啊 准备G2平8调过来 这个 直播间里还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台杠专业 大学台杠专业的博士后 啊 就 真的是这个 嗯 你说什么他要跟你杠一下 是吧 这期我也觉得下挺灵活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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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3平4 对啊 这部器还行 我在想怎么走优势更大 嗯 因为我刚才退去之后 我多出一条马三进一的这个出击的这个道路 嗯 嗯 3 3 3 4 4 5 这个这个美工 是这个文 就是说直播间这个是火牙的美工给我做的啊 就是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写的是中国相奇第一人 刚才我在就是说准备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 房间的那个简介 叫难以撼动的中国相奇第一人啊 其实说实话 中国相奇第一人这个称号呢 我觉得还行 说的不过分啊 难以撼动的中国相奇第一人 这个呢 其实夸的有点这个 这个 过了 有点彩虹屁的味道 是 不过当然我希望借他吉言啊 希望是未来成为难以撼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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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不是R3的钞票枪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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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棋肯定是结束了 准备下一盘 1280我得多少分上9-2 1500 任重到远 谁给我封的敌人,能不能谦虚点 谁给我封的,我问问大家谁给我封的,我也想问这问题 反正这个首先不是我自封的 红尘有我,821高级气氛 我觉得我还挺谦虚的 像刚才我说了,难以撼动的第一人,我就没接受 我谦虚的拒绝接受了 但是第一人呢,反正不是我封的 旗盘变了 是因为对手这个是VIP玩家吧,应该 哦 G1进1 那么当时我想 感觉还是G8进4 不等G8进4也可以考虑G2进4 选择比较多啊,这个器 逐期进1 这些说反现在还早点啊 这方这棋下的挺有章法的,我感觉我这棋想赢不容易啊 挺像样的,这棋子 挺像样的,起走的 挺像样的起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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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干一合了我应该要掉分啊 没办法它其实下的挺好 这些还得慢慢走啊 对方没犯什么错的情况下 你想赢你就得找机会等机会 等不来的话那就只能合了 中许先不那就不输呗 大家呢可以多点点订阅啊 然后直播时间的话现在可能能确定了124 12456 然后我再想这个几号 3号要不要播一会 我在想3号10点 上一会也可以考虑啊 那如果冲起错漏来了 这一拱直接交灯了 我现在马一进三不厉害吗 对不对 你说我为什么不走泡三接二 对方那个开局布阵还行 但是刚才泡八接二这两步 不太好 而且我居二进三之后 他完全没明白我进局什么意思 这等于输于防范 这等于直接就拜拜了 是月底向甲开始了 25号报到应该是 等于连着比赛21号高岗杯报到 比到24号然后25号那个连赛又报到 大约7,9号 1号 本月底从21号开始到29号,连赛比到29号,我都够呛有时间能播 所以上半个月,而且13到17号有比赛,20号可能还要参加活动,19号也播不了,就很少有时间 所以得早点,这月初没什么比赛,早点把这个任务都争取完成,所以有可能我这1号到6号得联播6天啊 聚8进3有点贪吧,聚8进3你不怕,他马斯进6吗 聚7接2的话,他聚7平2,对吧,过来保住了,虽然说他也可能要丢子,但是这样不干净吗 逼他成猪,不对,他这马斯推2算猪有根子吧 不对啊,他这个亚规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他没在走,是不是算有根子,好像亚规他这个捉鞠不行,好像可以捉有根的马炮,但是不能捉鞠啊 好像是允许捉其他的这些子不能捉鞠,我印象里是,亚规这个比较比较怪 刚才他不这么走,拒丢了 现在不行 今天还没碰到个软件啊 9万1,59的胜率,不容小事 有喝,这来跟我搏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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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一招吧 刚说有可能就马上给我匹配个软件啊 有点凶的 不,这期我在网上跟软件也操练过啊 这应该适择马斯进五吧 马斯进五的冰期瓶6 想要这个C怎么个次序啊 G1平3好像 马斯进五冰期 先马斯进五 让他冰期瓶8,我再G1平3啊 跳马斯 我之前跟着软件下午啊 对,我在K2像棋下的时候遇到的 这个棋 我这么走不知道对不对啊 对不起,对,我当时跟软件 对方就这么走的 呃,当时我没赢啊 我走打G他平炮,炮三平我记得是这样下的 但是他怎么应的我忘了 我当时觉得碰到,哦,对对对 打G我炮三平我他又炮七平八又回去 他又走了炮七平八,还是炮七平六 嗯,吃了 嗯,能踩吗 啥意思 没懂 啥意思,这不输了吗,红的 嗯,这肯定我占优了,我吃上来不先 啊,不过也不一定赢啊,吃了他吃我 我G3平二的炮八平七 我这骑步也,马不能躲啊,躲的话就不用扒了 嗯,红烧好了啊,看来软件又有新,新的这个发展 软件要说红烧好,那我只能说红烧好了,那 看看他怎么烧好吧 他肯定扒八平七 那打过来吧 不然他下一步G7平二我丢死了 那些红烧好吗 你觉得黑的还行 看来我这7还行啊,能看得懂啊 看来我这7还行啊,能看得懂啊 你比如说有的软件,其实下子你都看不懂 那其实得小心啊 我跳马他G7平九 先得我,把他得回去 他现在有G7平九闪击 我下射了,我看有点危险 现在下射,下射了,他怕7平三 有点恶心 G2平六他G1 G2平六他准备出降啊 下射,我感觉动作忒慢了 意想不到的方向 降五平六他怎么着,他就不要了吗 有可能 有可能 炮怎么躲 感觉炮躲不了了 先出降,出降他可能吃炮 我的感觉就是出降 他也必须得吃,不吃他补试我下底炮吧 他也没意思 感谢黄嘉宇黄总的魔法书 我擦 呵呵 这样杀我 怕我平三挡不住是吗 打中兵行不行 打中兵吃了在砍底室 感觉有点慢,这子出的太慢 打中兵可能还真不行 还好输了个9-1 这肯定软件了,这不用说啊 太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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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他为什么不吃炮呢,我没看懂啊 他先走个炮七平八 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啊 没必要啊,对不对,吃炮就完了呗 对面那比任何一个人都厉害 啊 反正是名不卖 我这棋估计是定不住了 码八进七还是码八进九 进几都要凉凉 待会是要码一进三的 居酒进一,啥气白痴的 一居酒进一这样吃的 我有什么手段呢 居酒进一样的破磅不酸 嗯 嗯 G9平3没用G9平4 他可能G2配9 G2配9对G 对就对了跟G9平4过了 哦他的意思应该是待会有个退体泡 他不让我泡 他待会多出一个泡拔退四了 大概明白这意思 嗯 将军 嗯 400分以后是太厉害了这棋 这棋如果人下红子的话还得小心一点 还得想想怎么防守 现在等于黑棋软件就不定着急 反而你杀不了他觉得 那只能交了呗 一招不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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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学习学习看看他这个棋怎么防守啊 再骚扰一下 嗯 绝了这棋真是弄不了 彻底没手段了 彻底没手段了 好奇 学累吧 呵呵呵 只能认输啦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刚才那个下的真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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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叫让一个码,这叫弃码 弃码它有补偿的,怎么可能白拿一个码下去呢 它后边这些手段确实高 确实是个高手 对,让三仙没什么问题,让一个码有点过分 冲中兵,这棋应该怎么处理来的,马三退五 先打,继续再泡一瓶 待会司机帮武进山再跳出来 让一个码,打势我不是很怕,后续子力跟不上 让一个码,我还是有很大 不管说把握吧,只要有相当大的机会赢 打势没事吧 嗯,需要想法 将军 你还行吗 不是 不是了,局8.4对局 是吧 这么逗啊,我感觉让我三仙有戏啊 慢棋肯定它累 但是我感觉我三仙我不敢说一定能赢 现在微信码不就先出来了吗 顶级转键 顶级转键让我一马,我迎其希望渺茫 你说实话 我相信你是在说实话 但是我告诉你你的认识呢 可能有点偏差 实话是实话了 但你说的实话呢,威必是真理 G81 打我死局 这么夸张 打什么打我死局 这期应该可以放一点反仙的味道了啊 挺三兵 红黄走得到也比较有张法 居二进四行不行 我现在一直在伺机 找机会走足五进一啊 感谢大宣的魔法书 啊 啊 去点点了 嗯,偏话打G他能G视频六 嗯,偏话打G他能G视频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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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有点想喝咖啡呀 嗯 G2进四可能走走走 吧 动作慢了点 他应该 直接足五进一 什么 那打G他G视频六 嗯 嗯 排查冰冰他 是 是 有个马六金啊 有个下底下底泡江倒不是很怕 只要有个码六准五 也不怕平局顶炮 顶炮的话我待会儿还可以足一进一 或者炮一退一 8-1这个旗下的不错 其实 码六准五还是挺厉害的啊 现在1200多吧 刚才丢了掉分了128015 嗯 有礼啊 猫弗里你说的有道理 是 我刚才就挺怕他这步棋 但是他一直没走啊 不现在也挺烦 现在居七瓶酒我也挺挺也挺烦 晨炮一僵 赶紧僵了算了 赶紧把这个问题先解决 我如果跳马的话就直接吃鞭足 我还挺头疼 现在已经让他电炮就换了 其实我不想让他电炮 但是没办法 不换不行 这其实不换我这就碰不住了 现在这期还真没啥优势 吃 打局人家打相那肯定不行 现在七路马能不能往上跳一跳 没地儿跳 冰七进一 马西进六才冰七进一 嗯 没时间看了这期 应该走马七进八是吧 马七进八他马三进五呢 嗯 感觉洪方好 是 洪方好点 出炮我不是很怕吗 出炮我就泡七瓶酒呗 嗯 在局次瓶三的话 我可能就要准备弃子了 这期 马七进六我怕他冰七进一啊 谁说今天没碰到软件 已经碰到了 这奇迹能和 张九奇能和就不错了 咦 四瓶六过来杀我 拿什么杀我 马七进六他打中兵 我下退底局 然后他马三就有点 不好控制 二十七 局八进一 局八进一他做手 马三进五 也是局八平四 啊 局七瓶九 赤啊 还有个局七瓶九 局七瓶九 还得局二平一对局 哎好苦啊 这起 局七瓶九可以局八平四 看错了 看错了 我以为他底下有姬 底下姬有下试 没用 下部就要逼对局 先对一个再输 跟着头一招 二 二 一 吃 先把G队 我刚才看错了 又有些底液已经能砍我势头 所以他把酱给他吃了 现在呢 还行 然后顺便预告一下直播时间 我们确定的预出是12456 3号晚了 现在我还没考虑好 下底将没用 退局 拉住 简单点的话呢 就马五进七 走别的也没什么棋 又跳马他打五中兵了 下试 他就吃了 马五进七 他有什么棋 差不多吧 我这个马顶在这不跳进去也没用 我去把他胖给换了 胖五平六就把G换了在后马进六呗 什么漏浆了 没看懂 谁漏浆了 G换起进六呗 我不退市吗 打G我就吃G呗 这起我应该不差啊 黑的 这我现在 这行没什么毛病 待会儿现在我踩着边向呢 而且我还有什么子五进一子五进一的 这黑的现在应该不差了 回向 回向马西退五呢 马西退五他只能马三退一了 这起我的机会来了 我最傻子先把他泡给踩了 是不是 先驴不败再说 这边这几步棋走得有点软啊 冷眠眠 这起红的想和和苦 相当的苦 嗯 这个肯定不是软件啊 这也不及下子明显 没什么章法 还有一个章法 已经搞了 这个中场的位置也一般啊 还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这个问题一个解决 然后再看怎么前置他 这otaC就算了 它这个中场的位置也一般啊 九五进一不要简明吧 巨二进二我爬得走兵三进一 巨二进二他兵三进一送兵之后巨二进三抓我 他把子顶上来 马六进五他可能飞向吧 我有用吗 现在他双马位置太差了 他这三七兵都过不来 现在只要位置优势太明显 飞向 G6G1 这马快丢了吧 巨二进三了 这中组卡在这儿 他这个马位严重受困了 现在老将还没进去 老将在里边 他还有个马七推六 现在老将在外边把马位都卡住了 只能巨六进二了 只能巨六进二了 巨六进二我就再抢几步先手 巨六瓶 巨六瓶 巨六瓶四 看马往哪跑啊 马六退四 他巨四进三 巨四进三不行 巨四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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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炮释迦,8-1 这期我这个团体赛跟孙永章下过一块 看看对方有什么全新的理解 感觉他这期走的不太 也还行 这么换好像不太灵吧 炮腿1 聚久平息这一抓快崩溃了 换了换了再破八屏3 这期不是奇迹了吗 easy 只能出键 我想直接打相比较简明吧 还不崩溃啊 还得怎么崩溃 下部巨蜥兵二抓啊 只能平跑 拱冰 马三进四再蹦几步 这些基本上就没了 这些只能崩溃了 好 我在想没有马四进五的企业 现在 马四进五差点意思 马四进五他吃的还暂时不过12 好像 那踩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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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踩线吧 能跟我交上手的 基本上 除了软件也不多了 在这个这个叶叶八里边 下部冰五级 跳边马我就马三进五把你向给踢了 嗯 我觉得我一点没有夸张啊 叶八想跟我 过上招 你不是软件 有这样的叶八吗 泡白丢了 泡白丢了 吓死我了 你们说的这些什么 谁谁谁随便虐我 我敢跟谁谁谁单挑吗 说实话 这些人名我听都没听过 真是听都没听过 都而且都是义名 都不在我的这个叫什么 雷 视线范围内 就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没听说过这些人 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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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没听到 没有准备的 山顶塞第八有点硬 胜率51% 山顶塞第八有点狠 啥意思 我看呆了这不破八截 这两步骑走的说实话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很厉害 软件的骑确实很强 但强的我基本能看懂 这骑走的我都看不懂 我受不了了 强软让我一个马 我基本没有还手之力 哎呦 哎呦 我差点没吐出来 我看到你这句话 他平下他也不能说 我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还让我一个马 我没有还手之力 谁没有还手之力让我一个马 哎呦 让我两仙三仙还暂时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啊 让我一个马 让我一个马 你当我是傻 还是什么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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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应该是我好啊 好肯定是空气好 但是有多大优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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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 他也是 先跳一线再说 好一点 好得不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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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也完蛋,马六进4 这期的亏的有点多了,刚才的内部马三推一太吓人了,明显应该走G8平4 现在主要是他对我毫无威胁,我可以慢慢的蹂躏他 一马比三仙大太多了,从高手的讲度讲,我觉得一马连四仙都不止 我现在有个入局手段可以考虑,跳一将之后G G7平4 还蛮凶的 准备凿他底势 升凿 这部期还行,凿了他试了给我,我杀试他上将,他还能坚挺一下 他也顶不住了,基本上顶不住了,早坦 因为我现在回马的话,他降四平五 我在G8进8也是赢 那打是不丢子的他,还是先退回来 下不再走 进降的我就G8进8,续薄一枪,把你马给憋死 所以不要冲动 BAT有没有凭炮量G的起,没有 跑308,我吃 啊 对杀了,打底势对杀谁快 气王 还有这一手 我还有个向五进7,反正我现在办法挺多的 不用担心 啊 打是他G肯定抬起来 有点看不清楚 向五进7,我看他只能走G3进1了 本着赢7不闹事的原则 感觉还是应该走向五进7 哪里是他进居 他叫罗索 先卧槽再飞向,能进居G4进4一步给我僵死了 先卧槽不行 得先飞向 向五进3啊,他就是不让他走G3进1啊 这步骑太高了,走不出来 但是这样呢,我走得出来 炮4平6,他就白白了 他刚才G3进1还能稍微顶点 这就顶不动,顶不了 吃呗,吃了他吃事 吃事,待会有个马九进7 马九进7也意义不到 吃 G9退2 你不能走别的,走别的马九进7差点给我绝杀了 这样的话,我这个G走高 随时准备对G,他就没了 这边的7走得还挺凶 又彻底守住了 又彻底守住了 只能准备双鞠挫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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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再过过这么多瘾 还能将我将来将去的 吃吧 不然没法把它吃光啊 吃 G9 G G9 吃下马九退鞋僵死我了 翘尔应该帅四进一比较干净 赶紧,同志你赶紧,我有肚子疼 吃完这班鞋先上洗手间 大家可以点净订阅 现在趁热是个整数 164400 别僵了,服了行吗 上来,上来 你居马你非要僵死我 好啊 卖下 今天播的时间长 因为五月份我们直播的时间总的拉长了 还敢退这儿 退到哪儿我吃你到哪儿 烦我 嗯 今天五月份开始基本上都得往十点半以后播了啊 因为总的时间拉长了 快点交,我现在快顶不住了 然后这盘下完呢,等我回来 上个洗手间回来 我们再下一盘 我们今天就下播 交了交了 大家稍安勿躁 不好意思啊,耽搁了一点时间 我们继续 继续评测 嗯 取消再点 可以了,8-2 看我们快到整了吗 整呢 怎么加好友啊,加什么好友啊 嗯 今天晚上大家要看那个谁吗 六五嘴巴赛吗 几点踢啊 好凶哦 但我现在这个马还没定位呢 你这样送兵合适吗 三点 三点,不过这场球真的牛 我觉得应该是提前上映的决赛 那边就算阿甲克斯进去 那边就算阿甲克斯进去 恐怕也踢不过这点吧 这棋呢,肯定是得小心啊 但是呢也不用太谨慎 他这个棋下的好坏 走几步基本上就知道 今天直播不得了 今天直播不得了 不能到三点 三点太狂了 一点还有可能 嗯 而且他这个球呢 开始的不是日子 如果他三号凌晨的话 就有可能了 这棋下的挺好啊 不一般啊 不一般啊 我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意 对手有齐的 我一般12点左右 嗯 对啊 G36我觉得是最好的招法当前 嗯 哦 这部棋,不太像豪奇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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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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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马帮进去有比较简明 掩护这个过河滨 得吃就吃 下冰 其实刚才选择挺多的 他这打两个冰 对我造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对我来说 不是这棋我真的不是特别看得懂啊 现在我取 这什么呀 什么西门外套 鞋吊着绑就上来了这棋 我这一组担子炮不给你牢牢的给你顶死啊 是太愣了 看不懂这马子跳下来找谁来了 呼气子吃不 等啥 没办法 没办法 这盘棋赢得比较轻松啊 那今天这盘棋下完我们直播就差不多先到这 然后明天 然后明天 这几天连续基本都会有直播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着急 明天晚上八点继续在火牙的跟大家一起交流 这怎么可能是软件呢 软件下过这么一盘棋直接就倒闭了 这盘不算 那不行啊 你们大家我们要讲道理啊 这不能对手走的臭 这盘棋就不算了 不 真能吃啊 真能吃啊 确实走的点臭 冰冲到这样的一会儿应该快给它绝杀了 快一瓶子 点下入鞠吧 这其实准备就是配合我把它绝杀的样子 啊 商经补食啊 咱们再简单聊两句吧 好吧 其补不了 出 出 走你 表演了一个这么精彩的沙坏 就算了吧 好吗 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 还挺能顶啊 暂时刷不死的 还挺能顶啊 我们明天继续 大家不要着急好不好 对 这几天都有啊 有可能连续播六天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这个 把心放到嗓子眼里完全不用着急啊 今天 播 播到十年 四十啊 我们明天继续 好吧 应该怎么说来的 细水长流吗 最多还能顶个三三五回合啊 把心放到肚子里 刚才口误了吗 哼 刚才冰六进一绝杀 怕打狙都不管了吗 他刚才还想偷我狙八瓶六是吗 我都没注意啊 我就想着冰六瓶五杀他了 谁知道顺势把他去逼八瓶六 就不去给防住了 这啥急啊 这一将不堆死了 交接 真能顶啊 交了终于交了 好的